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时间周四7日受访时表示 不排除与中国展开更多贸易谈判 暗示中美谈判2.0将登场 中国与美国高级贸易代表在北京时间周五 讨论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情况 中国商务部表示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和财政部长努钦通话时同意 双方应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 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 推动取得积极成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双方还同意尽管当前发生了全球卫生紧急情况 但两国完全期待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在建立政府基础设施 以使第一阶段协议获得成功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美方表示将通过电话会议继续定期举行会议 目前中美关系紧张局面不断升级 双方因为全球公卫事件而相互指责 外界关注中国能否履行早前与美国签订的首阶段贸易协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时间周四受访时则指 不排除与中国展开更多贸易谈判 蓬佩奥接受CNBC访问时直指 如果中国如早前对我们所言 真的想与世界接轨 想保护知识产权 想进行公平及对等贸易 双方就可继续进行贸易谈判 但他又指 如果中国选择奉行过去25年来的同一种贸易模式 川普总统就会因为这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予以回绝 驻美近日就公卫事件源头问题交锋不断 川普早前曾表示 如果中国未有履行首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采购承诺 将会终止贸易协议 他其后又指 将在未来一两周内 就中方是否达到两国首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采购承诺 做出报告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强调 他希望与俄罗斯和中国一同实施军备控制 中国官方对此并未回应 但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周五则突然发表惊人言论 表示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 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 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时间周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纪念二战欧洲胜利日75周年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川普向普京重申 美国不只致力于与俄罗斯协商裁减军备 也同样要求将中国纳入协商 并且期待未来以协商避免昂贵的军备竞赛 川普多次呼吁中国加入美俄之间的谈判 签订军备控制协定 取代2010年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但没有取得成功 该条约将于明年2月到期 中国官方对川普协商裁减军备的建议并未有回应 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却在周五又一次发表惊人言论 经常宣誓鹰派外交立场言论的胡锡进 周五在微博说 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 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 胡锡进说 中国热爱和平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但需要有更大的核武库来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 胡锡进希望有些反核的人别太幼稚 别以为核弹头平时没有用 他称 中国天天都在使用核武器 默默用它们塑造美国精英们对中国的态度 他说 核武器够用就行了 是像孩童一样天真的观点 胡锡进又表示自己不是战争狂 他称 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需要战略工具来塑造 尤其是我们面临着与美国艰难的互动 对方只相信实力 他称 中国没多少时间围绕 该不该增加核弹头扯谈 需要只争朝夕做这件事 中国官方周五公布免去孙力军的公安部副部长职务 孙力军此前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而接受国家纪检委调查 但其具体所设合适尚不清楚 有报道指 孙力军的西方院校背景在中国安全官员中较为罕见 中国国务院周五公布的人士任免决定说 免去孙力军公安部副部长职务 此前4月19日 中共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孙力军于1969年1月出生山东青岛人 中共中纪委通报中所附的简历显示 他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 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并获硕士学位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孙力军的西方院校背景在中国安全官员中较为罕见 官方公布他遭调查后 有传言指可能涉及泄露公卫事件相关数据给美国 但无法证实 中央社说 公卫事件爆发后 孙力军曾作为公安部工作组成员前往武汉督导缝制工作 2018年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前 孙力军曾任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秘书 之后出任公安部安全保卫局局长 副总警监警贤 官方以往的报道显示 他的工作牵涉多种治安工作 包括中国近年来推行的扫黑除恶运动 官方资料显示 落马前孙力军还兼任公安部下属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另据公安部官网通报 孙力军被查是因其不守纪律 不讲规矩 不知敬畏 肆意妄为 其中不知敬畏这一罪名 在中共官方的通报中首次出现 有观察人士认为 这是孙力军反习的违反说法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后开展的 打老虎派苍蝇的反腐运动 已经打掉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数百名 包括一名正国籍 六名副国籍 大约30名正部籍 不过 习近平的反腐被批评为 打击一己的有选择性的行动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时隔三个月再次对华开展信函外交 但朝方未报道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制口信的具体日期和途径 有分析认为 全球公卫危机之际 金正恩此时致信 原因不简单 朝鲜劳动新闻5月8日用整版报道称 金正恩向习近平制口信 就中国抗击公卫事件所取得的成果 表示祝贺 针对金正恩向习近平的致信 日本放送协会5月8日报道认为 虽然截止目前 朝鲜依然宣称境内尚未出现确诊病例 但为了切断传染源 朝鲜停运与中国之间的列车与航班 已长达三个月 物流陷入停滞 中朝之间的贸易额大幅下降 NHK指出 在经济受到影响之际 朝鲜指望从自己最大的援助国 中国处获取更多的医疗产品 以及粮食援助 日本共同社在5月8日的报道中也认为 金正恩是在中朝两国边境封锁三个月以来 首次向习近平传递口信 加上对朝制裁 朝鲜国内经济困难加重 因此朝鲜旨在从自己的靠山 中国处获得援助 从而与习近平保持密切关系 金正恩上一次向习近平致信 是在2020年2月1日 金正恩当时在亲属性中代表朝鲜党和人民 就中国当时的卫生形式表示慰问 并提供支持 此次口信之所以引人关注还在于 一段时间以来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闹得沸沸扬扬 不少媒体引述各路消息人士的话 称其术后病危 虽然据朝鲜媒体报道 金正恩5月1日出席国内林肥厂的竣工典礼 证明病危病危 但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到底几何 仍然是个谜 因公卫事件而推迟两个多月的中国全国两会时间已定 相比往年今年两会报道出现巨大变化 会期缩短 记者大幅减少 取消面对面采访 记者和委员间完全间隔 外地近北京的记者和代表必须要做检测 并且隔离14天 5月7日 根据中国行业报协会广电独家微信公众号 首先是会期压缩 有往年的15天减少为10天 其次是参会记者名额大幅缩减 往年参与两会报道的记者名额在3000人左右 今年可能仅有几百名 据某中国央媒一把手透露 除了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其他媒体名额减少 而另一中国央媒地方站记者透露 地方媒体参会记者大幅缩减 一个省控制在10人以内 更有中国官媒记者透露 已经收到所在省人大秘书处的通知 要求两会随团记者需要提前进行核酸检测 也有部分记者已经开始居家隔离14天 据港媒报道 两会代表到北京开会 除非有特别简易安排 否则也要面对隔离 此外 今年两会报道方式 将由视讯或电话采访 其他包含记者会 委员通道等活动也都通过视讯的方式进行 现场不会有记者 会场将实施全程封闭式管理 记者与代表全部隔离 专车接送 港媒早前称 习近平本不想延期两会 两会毕竟是中共年度政治生活大事 推迟属于破天荒 载入史册是不光彩的记录 报道说 但因为上万人聚集北京 风险极高 李克强坚决要求推迟 因应形势变化 政府工作报告要重写 很多指标要重新修订 加之各级官员 因公卫事件已经焦头烂额 实在无力顾及两会筹备 因此 多数常委赞成 两会延期 有评论指 这显示 公卫事件对中共的打击 已经超出了几应对能力 也代表中共面临它过去30年来 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处境 美国期刊 每周季刊7日指出 台湾在南美洲最后一个邦交国巴拉圭 其参议院日前针对 是否与台湾断交进行表决 最后以9票之差 没有通过 据报道 巴拉圭国会提案者主张 北京在医疗设备与专业上 更能提供更好的协助 因此巴拉圭参议院4月17日 就是否转向支持北京进行投票 不过台湾迅速以增援回应 其中包括捐赠约28万个口罩 并分享自身成功应对公卫事件的经验 最后巴拉圭参议院 以25票对16票否决了相关提案 然而 报道也指出 相关辩论并未成定案 台八邦交政面临着与日聚增的压力 巴拉圭是台湾在世界仅存的 15个邦交国之一 为了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中国大陆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八国出口的牛肉和大豆 最后依然卖到大陆 但往往得透过间接贸易 此外 中方从2000年代开始 就在南美广为提供贷款 信贷和投资 但巴拉圭也都没份 而统计模型显示 在没有北京资金注入的状况下 巴拉圭每年损失的贷款和投资 可能达国内的GDP的1% 多年来巴拉圭都追随美国领导 冷战时期领导阶层和台湾一样反共 不过随着时代改变 状况也变得较复杂 随着大陆崛起 部分台湾在南美的邦交国 在中方的拉拢和银弹攻势下 纷纷转而与大陆建交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分析 玩这种晶圆外交 美国玩不过中国 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这种极权国家 它是直接收买政府主要的决策者 国会议员 从其他国家与台湾的断交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事连美国都没有办法做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可以浏览万维TV节目的纯音频版及文字版 帮您节省更多的流量 而成为万维TV的金牌会员 除了音频和文字外 您还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有我们特别为会员录制的专属视频节目 更有万维TV主播的后台花絮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内容简介 有加入会员的链接 还在等什么 赶紧成为万维TV的会员吧 谢谢大家